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看馬鏡,聽賽馬資訊 我們不要半桶水馬演 不要無聊扮四條的所謂馬亭人 要聽分析全面專業的賽馬資訊 就一定要聽麥白沈國成 沈國成甚麼事? 大家聽過就知道有多專業、多萬了 一級賽馬方程式 好,又來到一級賽馬方程式 如果大家有聽上集的話 都應該收取了不少獎金 我們再次講一講 一級賽馬方程式是一個收費節目 但我最近在Facebook經常看到 不停彈那些500元 幫你賺到900萬 我們就不是這些節目 我們500元最多都是幫你贏1萬元 到90萬的就不是我們負責 我們最主要都是支持Michael所說 我們用競技的心態去小賭移情 每一場我們都建議大家 因應你的經濟能力 幾十元一注也好 幾百元一注也好 儘量不要過一兩千元 然後就看看可不可以 刀仔腳大數 這個節目如果大家想訂購的話 就可以去MIHK.TV 或者在Facebook一級賽馬方程式 那個Facebook項目 查閱訂購方式 如果你想知道為何要訂購這個節目 可以聽到後面 我們就會解釋給你聽 但是之前先說一說 因為越來越近了 即是我們說香港其中一個賽馬城市 就是女王杯 我們再提回網友 你就算沒有覺得 我不是很想訂購 我只是想聽聽你說什麼就算了 都不要緊 都有遊戲可以給大家 你不是訂購 都可以一起玩 詳情都是去一級賽馬方程式的Facebook項目 如果進入了項目 你看到我們有一個置頂的Status 就已經說了 就是會有一條連結 可以讓你進入 進入之後 你填回你的基本資料 然後就可以在4月30日當日 你進入沙田馬場 就可以憑著短訊通知你 換購 不是換購 是免費送一件 是女王杯的限定資訊 所以其實有你沒有 我建議大家先登記了 然後拿到那個訊息 就在4月30日 就去這個女王杯的比賽現場 就是沙田馬場 就去換一張T-shirt 不需要每月 什麼都不需要 總之直接去Facebook項目 搜尋一級賽馬方程式 你就會看到那個貼文 進入連結 輸入相關的資料 到時你直接入場 拿到那個訊息 就可以換一張T-shirt 很聰明 T-shirt 黑色金色字 就是Riding in style 非常聰明 你喜歡立即穿著它 在馬場上買馬也行 拿出來之後 有空用來平時穿一下 踩單車做運動也好 這個大賽的嘉年華氣氛 我也很欣賞 你的馬會的做法 當然 女王杯上次 Michael 看到別人說 這個Racing in style 都想簡介一下 或者跟大家介紹一下 以往 女王杯有什麼騎師 令你有一個深刻印象 或騎工令你有深刻印象呢 很多個 以前馬街線 那些 初初的南非 接著那時 有一個大備城雷城 那時第一代的南非騎士過來 就被人眼前一亮 偉達這些 田泰安這些 後期過來 那你說再 一路數下去 那你說 還有一些澳洲那些 新一代的騎士過來贏那些 甚至乎你說 那個日本那個騎士 榮俊寶提那個 都是不同的 尤其是日本的騎士 更加 有他們自己一套的方式 那所以呢 我就會在下星期 我會盡量我們抽些片段 特別是下個星期日 不是的 這個禮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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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個星期六 我們直播那一集 就會跟大家詳細去看回 以往的女王杯 可能有些競兵賽事 還有呢 他們有份參賽的騎士 或者我們盡量找他們 贏馬片段 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的疆誠 搭燈 他們的推騎 究竟 那個長短處在哪裏 那我們就給大家盡量去欣賞 因為這個真的是運動 就要用一個運動的角度去欣賞 好嗎 這個過程是怎樣 我們又要很強調 我們不是像外面坊間 教導你 不盲毛都可以 跟著田就可以贏錢 心想如果盲毛都可以贏錢 這個世界就不會有乞丐了 我們其實就是用一個比較現實的角度 或者技術性的角度 就是我們會給一些馬來 然後我們會建議一些投注策略 然後就讓大家去選擇 但是呢 很幸運的地方就是 上次呢 我們都給了很多不同的策略 全部都做完了 因為最主要是Michael 一開始就已經說了 就是金地飛客和兄弟熊 就是整場賽事的兩個重心 他首先就說 最簡單的 就是一條招鞋 然後我就說 不是啊 你有五隻馬 不如你兩膽 三重彩就走三位 兩膽拖三角 四重彩又兩膽走三腳 結果當然 因為在Michael給的五隻馬 其中四隻兄弟熊 漁風雲、天王巨星和金地飛客 就跑了一二三四 而且是我們重點的雙膽 金地飛客和兄弟熊 都可以以一二名走回來 如果我們跟我們買一條招鞋 就真的很簡單 就已經贏了469萬 是的 如果你買這個四連環 就是我們說 用一個村民的方式買四柱 那就贏了920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 好像我們之前的建議 是不介意大鞋下的 其實所謂的大鞋都是10元 買這個三重彩 兩膽走三位 那你就贏了6000多 180元 180元就贏了6500多 如果你真的更深紅 就是兩膽拖三腳 四重彩 那就贏了22000多 你剛才說的那個深湖 就是我 是的 原來就是你 但是我一定要不斷去試 我們這個贏馬方程式 我開始覺得 這個方程式 我將來是一個主流的 是 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其實做了四個五個月的節目 是 我絕對滿意的 不論我們那個勝出率 我們贏馬的勝出率 甚至乎我們訂閱的人數 已經越來越接近 一千人了 真的增加萬人給錢看 所以 在第一季我們不會自滿 我們當然會不斷檢討 至少我覺得這個走三位 這個不論雙膽三重彩走三位 雙膽四重彩走三位 這個是一個很好玩的玩法 你又可以限注馬 又有機會搏大彩池 所以我就不斷去試 這一場我一早已經跟我老婆說明了 我什麼都不要做 一早下去買了這場 我這場我很有信心是會中的 那麼 你買 應該原本就是一千二百 即是一百二十柱 那我就買六百元 買六百元就買半柱 買半柱 那就贏了一萬一千多 另外三重彩就不用說了 整柱都中了 因為一百八十元買 另外我們再買一個 圍字叫湖村 湖村 就五川十 這場賣很有滿足感 是一毫子都沒有錢 全部收錢 所以很開心 那我也特別 你這件事 就沒辦法不賺那些 一季的訂閱戶 我就收到很多一季的訂閱戶 其實你不需要多謝 其實我們跟你說多謝 是 因為你對我們的信心 你不斷就看 有時候我們不中 你都繼續看 繼續買 這個才是重要的 那麼很多就中三重彩 中那個四年環 尤其是四年環很多 有一個中九千多 有一個就中六千多 有一個又是這樣 他自己去自製了些 即是 又中 這個就因為我們實在說得太清楚了 今次 我們以後 就是 我為什麼上次那集說 尤其是你們一定要特別留意亨利 在當我們的節目那個貼士提出的時候 要更加留意亨利 因為亨利會很清楚交代了 有什麼賠率 有什麼投注策略呢 是適合在我們 例如說兩膽四腳 或者兩膽三腳 這個是亨利是很清晰的 所以 你們更加要特別留意亨利那個 即是你那個推介呢 就不可以了 嘩我回去 我自己看回 嘩亨利說的 每一句都 都是中了的 大哥 是吧 就是完全一毫子都 都沒有浪費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 其中一個 就是雙膽 怎樣走三四位都好 肯定是我們一個主流的 一個介紹方式 是 另外當然 我又臨尾亨利馬丹 給了柴仔提示 也不要這樣說 千萬不要這樣說 有時候 你看回雲尼娜 即是告訴你 有很多人 就不相信這隻 賣人第三場 是 他為什麼會三點幾倍 這隻是泥地王 是 就是現在我是很希望 看金地飛客 對雲尼娜 如果他們兩個有機會 跑一場馬 好看到 我告訴你 我今晚買一千元單 是 你稍後 我們會有這條片給大家看 你看看 我一次我說 這些泥地王 就算入籍路 輸六個馬位 你都不需要怕 點口煙慢慢去 等他追上來就可以了 那稍後我們會給你看 那你為什麼那隻馬 會回飛回去三點幾 就是不信 是 你就是不信 你以為 之前十個馬位 打破了香港 贏馬紀錄 就是距離 跟著再升班上來 會不會不贏呢 在泥地 他就是跑高 之前我也有幾次 六十倍我介紹過 原來這個壞事 大哥 他來香港評分很高 誰不知原來他是泥地王 他四班跑來跑去 跑去跑去跑去 不行的 但是你把他去泥地 跑高兩班 這隻馬還有在手 還有少許 最重要 如果這個狀態不回落 還有機會 另外當然 當家精選 又是不信不信 打搭又贏 這隻又是馬王 這些馬就不是一般人 有些人 你不要介意 我就很不習慣 網上世界的人 為什麼他 什麼都很負面 去批評人 你想想 我們那天 這個亨利馬膽 你這樣介紹 你說這隻馬很熱嗎 大排人不敢買 贏了四場 你敢不敢買 是不是 等於現在你去普京 看到那個大小 或者八家樂 開了九個樁 你敢不敢再買個樁 我的意思是 你剛剛走過去 你頭三場沒有中 那九個樁你都不中 但是你現在走過去 有個明燈在那裡 那個少奇奇 追了九個樁 但是現在第十波 你敢不敢買 這個就是賭博 他有這些因素 影響你買下去 但是 當日我們有幾個網友 給我看了一些票 他跟著你買 就是獨贏位置 胡春 還有一個就是再買 因為美場太簡單 做了比加超 大佬21倍 48個半 PCK 你去哪裡找 如果你當是買股票 這裏說這裏散 我有一個朋友 買了三十萬 當家精選 他就收三萬多元 我連贏都不敢買 但是位置不會輸 我拿三十萬元買股票 都不會分幾個小時 有三萬元袋 那就搞定 這些當然是賭大票的 這些就是我們旁邊看的 沒錯 不是我們負責落豬的 這些我就見很多 這些就是以前 就算或者現在 就是你落票的人 就是這樣買的 就不會像我們這樣 因為我們要針對普羅大眾的玩法 所以我們不斷去改變 我那個贏馬方程式去介紹 我們以前真的一 win 3 pay 一拖二 沒有的 那你就去買 一萬元一條 kill 五萬元 win pay 就是這樣 一贏就可能有機會 一百幾十萬一場馬 什麼要搞這麼多 沒有的 那你輸三次 贏一次就歸本 做生意的人 玩股票的人 很懂得計算 但是我們普羅大眾 不可以這麼玩 這不是一個運動 這就是純粹的投資 他們是長年計算的 可能到最後一成兩成收入 那已經是當買股票 大家都是計算的 但是有些在網上的世界 你比較熟 就好像有些很無聊的人 我們不種的時候 挺好的 耳筋清靜 但是開始種 有些人會放一條票過來 我又種得多過你 我比你厲害 但是今次我們種 他又不放一條票來講 怎麼會這樣多過我們 建議那條票 不是 你也要每次來跟我們比 你才會厲害 其實也不需要 你有你玩 我有我們做 那我們真的很正面 我們有我們的支持者 我們都有人 可能不喜歡我們的方式 這個不要緊 這個世界很自由 但是你在這裏 講完這些無謂的事情 當家精選都被選到 你就試試選吧 你敢不敢買下去 10元派3元 很老實 買股票 你就告訴我 有隻股票 正在贏的 分三個先 都已經 那些人當那個老闆 是神那樣拜 何況馬 不容易 你選得下去 還要叫人家這樣去買 其實都是有人不敢買 因為你不相信的人四場 你不相信 那些人三場 唯獨那隻人愛之聲 我就稍微嫌他 他真的 上得是比較上 遲了些 可能他看不起那隻花月流星 你會放到 誰不知那10磅就到 還有 也都真的大摩 我告訴你 這些真是好事 你拍寶 在潘明輝開了齋之後 拍寶騎一場 跑第九影都沒有 現在回來 我就說 我不相信 但是 他快來了 所以 這些不要緊 知道了他的玩法 我們就用他的玩法 來追他 好 那我們這一節 其實我已經擺到的位置 已經沒有那麼驚風散的位置 如果剛才在轉這個 我看 還擺到 這隻馬 有什麼可能會爆上來 這裏就是 余豐雲 潘明輝 大家可以欣賞 潘明輝 其實這隻余豐雲 會不會好得過蘇迪雄 這隻就是 天王巨星 高伯新 真的不幸 兩場都遇到這隻 泥地怪傑 這隻 我就說 狀態好 也做了一個試習 應該來地 不會差的 這個 就是唯一 我給一個文化虎 就是拍武 就是這隻 兄弟熊 看看他怎麼跑 但是同一時間 跑完之後 我再重新播了一支片 我想給大家 兩隻馬 就是 古惑神區 大家要留意 好 我們先看這場 這些泥地馬 待會你們看看 他的泥地 跑上來的時候 他的步子 是有什麼不同 真的好像如你平地 沒有影響 這裏就是 你看到這裏 哇 起碼四個萬 但是看他 那些步子 是否特別快 你看看 這些步子很慢 而且步子很窄 你看這些 那些步子很快 好像快過兩倍 如果你拿定鏡來看 哇 那步子很快 這步子是否回得很快 這些是經典的泥地王 他的馬蹄一定的形狀不同 所以他可以來這裡 他會特別吃力 因為他的工作面積 接觸面各方面都好 另外 裕峰雲 你裡面剛剛好頂著第四 如果不然 就給他八心之友 就剁掉了四紅彩 其實真的很近 潘明輝這場馬 就不過不失 其他都算是可以 好了 完了這裏 我們再回頭 我就圈兩隻馬 給大家看 分別一隻 就是蘇偉宜馬房的 尿氏魚臣 當日九十九倍 這隻 當然 我們不可以不記得 我們這個再細馬蹄得 馬蹄得第二 一本萬里 當日我臨給我 飛了他 四號 就變成駐馬 省很多很多 也不要被人覺得 你大佬馬開戰術 你實中 兩隻拖三隻 華明叫你買三名 四龍彩不算多了吧 好了 留意這兩隻馬怎麼炮 當然還有一隻 就是快馬 人人有福 亨利利那些特別提 是 那這隻馬可能 開始 有些狀態 回來 大家留意 這個奇普遁 馬是開始上來 最後 很早兩個 隔起屁股不騎 就好像當日爆冷的 新力威一樣 大家留意 在這裏 在這裏 炸彈彈 當你買了小 hang in 那樣 退下退下收下僵 那這裏 跟著看著 潘頓已經隔起屁股了 很快 沒有騎 隔起屁股 跟著這裏 對著對著 就上來 潘頓已經隔起屁股了 看到嗎 嗯 但是 潘頓也只有可原 因為前面 基本上是被兄弟熊 是吧 這隻天王巨星 和御風雲 頂住了一條路 這裏 第二馬還有 但是看著這兩隻 是吧 人人有福 和這隻 就是尿氏如神 OK 大家可以記住 人人有福 和尿氏如神 我覺得這兩隻馬 就算不一定跑來地 你都可以去看看它 注意它 應該很近的 可能或者大 我想反過來 尿氏如神 可能可以即食 那隻一本萬利 下場 只要不再是這些 泥地怪傑 即食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這些是古惑神區 好 今次的資料暫時在這裏 不過也想提一提大家 在下一節開始之前 可以留意一些 即是騎士或者聶馬斯資料 首先 高大力 今次 又是 又是 只有三隻馬 可以出 不過你知我心 Michael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吳定強 和高柏欣 其實都還未能夠突破十場 文家良 就十二場 不過今場又只有兩隻馬 其實都挺可憐的 現在其實都是弱肉強食 不過不是 又反過來 其實我會說 這個賽馬日最多馬出的 就是方家炮 十場出齊 反而 蔡若翰只有四場 大摩還要是 只有尾兩場 不過我們稍後 會再跟大家留意 另外 騎士方面 這個莫雷拉 又再騎足了 八場全部都有賽事 是出的 但是華籍騎士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毛顯東 有五場 是可以出的 蔡明少 有六場 這些都可以 大家可以 在我們稍後給提示之前 做好一點點功課 好 接下來下一節 我們會跟大家 說回這個賽馬日的提示 等一下再見